这些日子的训练 尤其是步骤一二三 不只因为天地的调动 让令人圆满了关系 然后还让自己顺顺利利 在重要的部门任职 大家好 我是丽颖 今年24岁 直播德乡交流会的时候 营运长就指出 女人要涂口红 涂香水 穿裙子 然后也看到很多同修有巨大的改变 所以就开始买了裙子 半裙之前真的没有几件 牛仔裤比较多 前同事看到令 就说令你今天又香又美 前老板看到令 就说令你越来越有女人味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是因为德乡女人花 平时邻居子和哥哥妹妹打招呼 从来不看丽颖 可是有一天就在令你真的认真听 营运长的话的时候 当时令你是素颜的 然后这个邻居就突然间冲上来和 令你还有妈妈说 令你 我看你越来越美了 以前你真的没有这么美 他真的讲话不会客气的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 听话造作真的是受益的是自己 在你学习超级生命密码之前呢 是有一段感情 这个感情是令你非常珍惜 当时前任真的说了一大堆非常糟糕 让令你陷入很深的自责的话 当时令你就是因为这个分手 遭遇了忧郁 焦虑 当时超级生命密码让令你走出了忧郁 在参与了许多导师的大型课程活动过后呢 前任突然间打电话给令云 前两个星期他还请令你吃火锅大餐 算是圆满了这段感情 现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实习 现在令你的老板是马来西亚的副首相 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把交易的大人物 有1800个申请者 只有56个人中选 令你身为华人能够安排 第一位华人被念出那个名字的 算是也非常感恩他们看得起令你啦 然后令你也想回去 面试的时候令你说了什么 当时面试官有四个男人 一个女人 他们就问了令 陷阱题 他们问为什么马来西亚 只有针对妇女权益的部门 可是没有针对男人权益的部门呢 这段问题真的是问倒令云了 令云的这个背景是法律系学生 法律系学生追求的是什么 女性权益 因为女性在社会地位真的是 以前就觉得被欺负 所以可能是我们女人需要 不需要男人就可以自立自强的那种态度 可是呢面对这个问题 面对四个男人 一个女人 令你就是这么样回答的 令你当时想到导师 太阳神的导师在每周日 共修课有说到非常重要的观念 令一半永远是队友不是对手 所以令你就用这一句来说出来过后 令你看到那四个男人的眼睛都亮了 真的非常感恩 太阳神的导师在每周日的共修课 都用非常幽默会写的方式 还给令你智慧回答这么难的陷阱题 现在在马来西亚副首相办公室实习 最近最难的这个任务啊 就是替令你的老板写演讲稿 对象是一群德国人 一边要承认马来西亚在某一些发展的短处 一边要适当地称赞德国人怎样 真的是有难度 但是呢换位思考的能力 都是因为超级生命密码和得香女人花 培养起来 因为这些日子的训练 尤其是步骤一二三 不只因为天地的调动让令圆满了关系 然后还让自己顺顺利利 在重要的部门认知 这一切都是要非常感恩太阳神的导师